现在这高温天气 您光喝点这个冰镇的饮料 光吹吹空调 预防中暑还不行 您还得注意自己的情绪 千万也别中暑了 比如说坐公交车 被这个车门夹了一下脚 这事儿呢 确实是比较让人生气 可是呢 发生这样一件事 被夹脚的女子啊 没什么事 但是这个司机却遭了殃 被全脚相夹 哈尔滨的戴勇军今年44岁 已经开了8年公交车 26号上午 戴勇军开着七路公交车行驶到南极街站点时 上来了三名女乘客 看起来应该是祖孙三代 到住房公积金的时候 他我开门 一开这个门子 他在这个门子里面站着嘛 他就说夹着脚 我立马就把门就摁上了 摁上这不就他就上上顶上来了 上顶上来他这个母亲就开始骂我 在这段长达五分钟的监控视频里 一开始是祖母模样的人在骂戴勇军 随后母亲模样的人情绪变得激动起来 不顾祖母和乘客的阻拦 上来就是几个巴掌 对着戴勇军劈头盖脸的打来 当时车上挤满了乘客 却并没有人喝止他们的行为 随后女儿模样的人 也就是被车门夹了脚的那名女子 也冲进了驾驶室 狠狠的踹了戴勇军一脚 戴勇军说 自己自始至终都没有还手 但在民警赶到前 三名女子就已经离开了 目前警方正在寻找这三名女子 你看看 你看看 这按理说 哈尔滨的天气照杭州来比不算热 这情绪怎么就这么暴躁 是不是 这夏天还是多一点欢乐好